这才晚来一步 你不会得遇的事情 就在所有人面前暴露了 苏妍希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听懂啊 别避开我 妍希 我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和顾西城在一起 但是那晚在医院 我就已经听到你的朋友 叫你真实的名字了 后来我们在海边 你的反应也让我清楚地意识到 你就是苏妍希 你竟然早就认出我了 是 我之所以忍着不说 就是希望 找个机会单独地问问你 你为什么会变成贺锦西 又为什么会和顾西城在一起 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你真的是他女朋友吗 还是你们已经 我其实 坐 回家 不认识 我还有话没和傅先生说完呢 我的话还要说第二遍吗 抱歉 顾左 您的这个态度 恐怕不能带走他 再说一次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强行带走他 甚至让他陷入危险的境地 你和他是朋友 当然 他不是我的女朋友 他是我的 未婚妻 所以我带我自己的女人回家 根本用不着你管 我 不会吧 一整天都不看手机的吗 好 安安 在吗 求通过 通知你一下 你拉黑 拉黑了 我主动加你微信 你竟然把我拉黑了 好 你不会又误会我和傅伯雅 我们两个真的只是 停着前不能说一声吗 颤撞的头 我 给你时间 解释吧 解释什么 我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以为你的那些小动作 我看不见吗 公司和利物不曼的关系至关重要 如果你得语生疏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为什么要请同声翻译 你为什么总是在做危险的事情 你 你都知道了 所以 你宁愿告诉傅伯雅 也不愿意把你的困难告诉我 我没有 我没有自己告诉她 是她自己发现的 而且我和傅伯雅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又是普通朋友 有哪个普通朋友 会往家里面送鞋 又有哪个普通朋友 会逼着你陪她过生日 又有哪个普通朋友 会把自己的西装外套脱下来 给你穿毛 我没有穿 而且是她主动找我 让我陪她过生日的 是她把客户送她的礼物 转送给我 我已经拒绝了 我还要怎么样 顾西成 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我和傅伯雅呢 我已经说过了 我和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你为什么要那么生气 那么愤怒呢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 现在真的很过分 我是答应了和你签订合约 在合约期间内 做你的女朋友 但是你不应该来干涉 我的朋友和圈子吧 我并没有 我已经不想和你说话了 我自己打车回家 何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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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她气不气人 动不动就让我信守合约 还和人家傅伯雅大吵了一架 我虽然是和她签订了合约 但是 但是我也不是卖给她呀 这顾西成 对傅伯雅这么有敌意 根本就超出了合约范围 她该不会是喜欢你吧 她 她怎么可能喜欢我 大姐拜托你收一下 你漫天的想象好不好 她 她要是喜欢我 我名字倒过来跟她行 顾西严肃 路啊 你还想不着混了 好好好 我错了 但是等会儿 你刚刚说傅伯雅认出你来了 那她会不会出卖你啊 我和傅伯雅在说话的时候 顾西成就突然出现了 我们就没再说下去了 但是我觉得 傅伯雅应该不会说出去 安安先不跟你说了 顾西成 顾西成 怎么了 我去交媒意 你别动 我 我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有点胃痛 胃痛 来 先躺床上 怎么会胃痛呢 是不是因为晚上那顿饭 我吃不了太辣 你不能吃辣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还把辣椒 我去问梅姨找药 别找梅姨 我会请到奶奶 可是 来 先躺好 来 当心当心 你先躺一会儿 我出去悄悄找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药 怎么有这么多药啊 安神 安神 精神科处方药 不是这个 齿痛 先给他治病药件 来 先把药吃了好不好 死不了 你这个人还在跟我生气呢 先吃药 你要不吃药 就把人嘴给撬开 把药灌进去 来 疼 来 慢点 来 慢点 好 好点儿没有 也许失眠 等我一下 帮助 你知道 我确实不会 说什么情话 中一朵花 等它慢慢发芽 明明要出发 却又放不下 背叛自己 是心动的代价 You are my dream 也懂我的心 人海中传心 只有你的声音 来 先把这酒奶喝了 You are my dream 走到这里 只差一去 你也愿意 你知道呀 我确实不会 说什么情话 我不走 我去换一下毛巾就回来 不用 我什么都不用 我只要你在我身边 陪着我就好 我会陪你的 我不走 谢谢 不要离开我 不管我说错什么 做错什么 走到这里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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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陪他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都会好起来的 过去 过去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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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You are my dream 走到这里 只差一句你也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会陪我走下去吗 就像昨天夜里说的一样 永远都不会离开我吗 谢谢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